你在出风的过程里面感觉不满意的时候 你还是要做适度的调整 那么一般做外窍式的造型 在两侧的部分是必须勾往耳朵后方的 那么如果勾往耳朵后方的话 您可能很多的设计师都会将它吹外翻 但是吹外翻之后到塞耳扣的时候 它就有点好像要飞出去的那种感觉 我想这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 在吹所有的外窍式造型的两侧面 都必须往内吹 因为大部分都会将它摔往耳朵后方 这一点各位学生人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在吹的时候 一样采用正斜分线 采用正斜分线你可以往上拉内弯 经过冷冲之后 它会勾得比较简一点 再来这是侧中吹后侧 后侧跟前侧的吹法是不同的 那么如果是内吹式的造型 我想你也都是一样是内吹 但是只有你整个在后侧的部分如果是外翻的话 我建议各位学生人在两侧面的部分 最好是利用这种内吹的方式 因为我现在如果将它摔往耳朵的时候 它会这样子的摔往耳朵 它会回弓 它会有这么好好的一个线条 如果外翻的话 比较会有飞飞飞的感觉 这一点各位学生人可以注意 那么在左侧的吹法完成了 当然右侧的吹法是一样的 角度一样是这样低 爬中拉高 再拉高 冷吹 再拉高 冷吹 冷却 放开 再来上头的部分呢 上传的部分也是 角度降低 把中拉高 内弯 冷风 降温 好 那么呢 后头去的部分被我拉到了 我还是要采付的呢 推外翻的方式 一圈半 一圈的位置 冷却放开 好 那么呢 学员们可以发现呢 我只要这样轻轻的 加那按住根部往心 塞尔后 它是非常好好的一个效果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呢 再继续进行呢 头层部分的一个吹法 好 那么呢 头层部分的吹法呢 首先要保分它所要的分 要分的线 那以目前来讲呢 比较流行呢 这个 鞋分线 就是呢 我侧分线 但是呢 我带点鞋线 好 往内鞋的 好 我想呢 在整个后头层 在黄心点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 这位模特人呢 在黄心点这个位置呢 他的头层本名身不小了 所以他面积不大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你只需要呢 把把片全部集中 好 然后呢 在这个最后一层呢 好 不管是外吹 外翘的 或者是内吹外翘的 好 各位鞋人要特别注意 这个位置 全然都是呢 从根部拉高之后呢 把尾内卷 大概呢 是一圈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慢慢的 慢慢的 反折 好 这个位置呢 特别注意 好 再来 在两侧 接近优质线的位置 也是呢 尽量角度降低 因为呢 你若有降低呢 他的线带感 才可以呈现出来 不适合太空的 外偷是不好的 所以呢 特别要注意 在吹风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的弧度呢 要把他头的曲线 表现出来 好 那么呢 在这个 刘海的部分 在刘海的部分呢 他有分了 比较短的跟比较长的 首先呢 我们呢 先将这个 罐顶区 这个位置 分两层 分两层之后呢 从游下 往上呢 来吹 好 什么降低角度 把中拉高 内弯 再拉高 内弯 好 你可以呢 将它塞完耳后 好 那再来呢 由上方呢 慢慢的降低 降低 把中可以拉高 内弯 放开 好 塞完耳后 好 那么在刘海的部分 各位学员们 你们可以选择 比较小的元素呢 来坐车峰 好 进来 往前 往前 然后转 顺时中方向 往旁边走 向低 顺时中方向 往旁边走 好 好 再来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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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呢 在整个吹风呢 完成的部分 好 那当然呢 这种造型呢 是不可缺少产品的 有的造型呢 可以不使用产品 但是有的造型呢 是不可以缺少的 这一点呢 各位的学员们呢 要了解这一点 好 那么呢 它的造型产品 当然呢 可以选择 法力箱 定型液 或者是 法拉法膜 之类的 比较轻的 那也是呢 这两年呢 比较流行的 一个造型产品 那么呢 它呢 很受大家的一个欢迎 好 那现在呢 我们选择了造型产品时呢 当然呢 在边做的时候呢 必须要有美感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呢 在美感的一个定义当中呢 首先呢 各位学员呢 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要去看看 它的线条 但是有的客人呢 是不是呢 他的这种 法缘的部分呢 头发是不乖的 那么这种不乖的呢 你尽可能的 将它呢 藏在了里边 尽可能将它藏在里边 也就是说 将它呢 这个样子 刘海的部分 这样子 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